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八点 早安嘉芬 嘉凯早安 小芬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 在我们昨天呢 有介绍了这个香蕉 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对不对 香蕉讲完以后要讲什么 就是香蕉里的芭乐 哎呀 这句话可以吗 讲脏话 我要帮你逼一下 我们都是讲水果啊 哦 水果啦 对不对 因为芭乐呢 它也是一年四季常见的一个水果 而且它是水果之王啊 为什么说香蕉里的芭乐 是骂人家的 这个很久 哦 大概三十年前的电影吧 电影看太多 对啊 三十年前的电影吧 是不是周星驰的 那一类搞笑的啦 好像我记得不是周星驰 是那个谁 刘德华的样子 哦 刘德华 那三个人啦 一共有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都一直讲脏话 他就讲说 你不要讲脏话了啦 那我说 他说口头禅就是脏话 那怎么办 他说你就用水果来代替脏话 代替 哦 不行 我们今天要帮水果一下 洗刷它的圆曲哦 像是这个 巴勒它的养分 就是非常多的一个水果 台湾巴勒的眼镜 大概差不多三四十 四十年前吧 四十几年前都还是土巴勒 土巴勒 就比较小的那种吧 小小的 吃起来会色色的 土巴勒 后来改良 后来眼镜变作泰国巴勒 泰国巴勒 很大颗 很大颗的 然后后来眼镜什么水晶巴勒 什么都来了 帝王巴勒 牛奶巴勒都来了 对对对对 巴勒真的是非常好吃哦 我超爱吃巴勒的 而且呢 它怎么说 它是水果之王 而且是国民水果呢 第一个 它的抗自由基是第一名 No.1 抗自由基是不会老化吗 也是抗氧化的一种 对对 因为我们人体 因为你像是抽烟啊 或者是代谢啊 都会产生自由基 那巴勒的话 抗自由基就是第一名 对对对 要怎么转你知道吗 你看看表皮有没有 等一下 你注意到这个巴勒的表皮哦 对这是巴勒的小秘密 排行的话呢 超越了很多水果 香蕉啊 草莓啊 葡萄芒果什么的 都是第一名 超过很多 还第一名 对对对 而且听说它是这个农委会 就是认证的 最好的一个水果之王 维生素C含量也是最多的 对我们来看看 它还有什么 说到维生素C 还有抗氧化之王 就是要数它了 因为它是香蕉的三倍 草莓三倍 红葡萄的七倍 柠檬的十倍耶 我们一般会觉得说 柠檬C的含量很多 对对不对 对 没想到巴勒更多 大概水果都有各 特别的一些 维生素 各有各的好处啦 对对对 就巴勒来讲的话 这个是最好的 对没错 它的维生素C 超多的 对 柠檬的十倍耶 对不对 那巴勒还有个小秘密 你知道吗 巴勒有蛋白质耶 是 水果有蛋白质耶 你可以想象得到吗 我想象得到 因为里面长虫了 坏掉的水果 那个啦 水果太熟了 里面长虫了 然后把它拿去打果汁 里面就有蛋白质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 其实有八种水果有蛋白质 巴勒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你想要增肌 减脂的人呢 就可以吃巴勒 以前我老公是 种巴勒 种巴勒 真的浓 所以我们去采巴勒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个巴勒变黄了 就要注意看它上面有没有点 台语讲的叫 胖子叮到 胖子叮到 它把卵 卵 铲在里面 编在巴勒里面还是表面上而已 巴勒里面 叮下去 有没有 就有一个洞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会看到 你采太黄的 上面如果有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那种像结痂的那样子 代表里面可能就有虫了 好 那我们刚刚看一个那个巴勒的秘密 我们再看一下 没有说完 我们把它说完 刚刚有说它有蛋白质 对对 很特别 还有另外的控制血糖 这个有听说 对对对 还有分巴勒不一样 听说是土巴勒 这个效果最好 最好控制血糖 土巴勒 那现在在路边上面看到 野生的大部分是土巴勒 在其他的巴勒都要结枝 会不会比较色 土巴勒比较色 会比较色 会比较色 对 所以它对血糖心说比较好 第一个传出来是说土巴勒 第二个传出来的说是红心巴勒 对对对 所以对血糖比较好 所以因为它高纤维又低GI 另外它可以保护心脏 因为它有很多的鸡 是 那很多朋友吃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籽挖掉 对 这个籽事实际上 也有它的营养分在里面的 有啦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去皮 不要去脂 这个养分是最好的 有个人说 吃巴勒棒请记 你吃巴勒 不会因为吃了脂以后才便秘 不会这样子 不会嘛 对不对 对啦 好 这个就是 巴勒脂到底吃不吃 有些人说他吃 有些人说他不吃 那营养师的建议是说 是可以吃的 对呀 对因为它也有养分 然后有纤维膳食 但是你就是不要吃太多 然后另外要多喝水 是 对对对 这个是吃巴勒的话呢 其实它全部都是饱 都可以吃 对对那另外我们说要挑选巴勒 我们来看看 怎么挑勒 这就有学问了 对不对 巴勒好吃 以前好吃的巴勒 就是以前我讲说土巴勒 土巴勒 除了说现彩下来的好吃 还做成什么 腌啊 对不对 台语叫做粗巴勒 会加一些梅粉 干草粉之类的 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沾 甜甜的 我们吃的时候可以沾 事实上土巴勒也拿来做腌制 软软的我知道 对对对 那一种就是土巴勒 这是土巴勒 后来进化成泰国巴勒以后 品质就比更好了 更好吃了 对 我们看挑的话呢 要注意就是 表皮要凹凸不平 对 这个凹凸不平 对对对 光滑的 也不能讲说光滑的不好吃 就比较色我觉得 大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以比例来讲 大部分就是 这个表皮有凹凹凸凸的 会比较好吃 又甜又多汁 对 然后另外拿起来 你要觉得它沉甸甸的 有重量 是 有些是那种碰碰的 对不对 然后就会觉得 吃起来口感不大一样 然后你不是讲 形状也很重要 对形状很重要 对 梨形的身材最好 水滴形 水滴形的 是吗 对 你怎么看起来表情 这个我去爬山的时候呢 就是卖巴勒的小农告诉我 因为我不会挑 然后我就说那你帮我挑 他就教我 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 要凹凸不平 然后另外呢 这个形状 你就是要挑这种形状的 你不要挑那个特圆的 那是看到你才会教 你看到我们都不会教 直接跟你先收钱 对 要挑这一种的 就是最好吃 最脆 对 然后另外就是看了这个 国旗比较小的 对 这是一些挑巴勒的小牌包 对不对 那巴勒有人喜欢吃脆的 有人喜欢吃软的 软的 都不一样 你脆还是软 脆的 脆的 对 我也喜欢吃脆的 但是在市面上面 你要买脆的 基本上冬天还好 夏天要买到脆的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它载下来 载下来以后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 温度高 它就比较没有那么脆 就比较软了 对 现采的是最脆的 现在正是巴勒的一个产机 对 所以巴勒是非常好吃的 巴勒一年四季都有 对 只不过 营养价值很高 所以小小的一颗也不小 所以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对 所以这些台语的俗文叫做 小小的基石 其实它也是热的 都是一样 所有的石都是热的 不要小看它小小的 它也是热的 也有三寸银 有些是比喻志气 对不对 对 人小志气大 也可以这样子 对对对 好 另外这个是 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 这个就 这个麻很弱 它也是会踢 再弱的麻也会踢 从这个人很弱 它很弱 弱鸡 但是也会有这个 坚强的时候 对不对 它只会踢 不要小看它 小丁力大功 对 你就过去惹它 你这样就被它踢到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俗页 那也介绍巴勒给大家 现在正是 扭习的时候 那说到这个天气呢 今天天气 清晨的时候很冷 接下来的天气变化 时间交给家开 好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的 还是目前户外空气品质的状况 西半部这一带不好 很多地方都有来到了 对过敏族群 比较不健康的橘色 就连平常大部分都是绿色的 东部这边也来到了黄色的 可能有一些境外的污染物进来 那造成了北台湾这边的空气品质 跟平常比较起来才比较差 东部这边也才比较差 东北风有带下来一些境外的污染物 那另外气温方面来看的话呢 虽然东北风增强了 清晨感觉到温度也比较低 但是这个低温并不是完全是冷空气影响 反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云量少 夜间辐射冷却的效应太强了 才会造成清晨温度比较低 那目前户外的温度来看 马祖金门澎湖跟昨天比较起来差不多 台湾本岛这一带的温度变化 基本上也没有太大淡水 跟昨天比较还有上升的4度 今天都会区里面温度最低的 大概就是在板桥10.6度 那在比较空旷的地方 辐射冷却的影响之下温度更低 我们看到苗栗的山湾 另外新竹的峨眉 金门 连江 基隆这边 大概都有5度多到10度的这一种低温 那这种辐射冷却的低温 跟完全冷空气下来造成的低温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辐射冷却 所造成的低温 都是出现在清晨大概5 6点钟的时候 等到6点多阳光出来照射 温度就往上升了 那这一种辐射冷却所造成的现象 就会造成一整天 日夜温差会相当的大 那如果是冷空气下来造成的低温 往往一整天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地面图上面的状况 高压在北边 虽然说移动出来了 台湾附近这一带的东北风有增强 但是基本上冷空气是比较弱的 所以没有太大的影响 可能今天白天感受到风吹过来 跟昨天比较稍微比较凉一点 那基本上阳光照射下去 白天温度都比较高 到了今天晚上呢 高压还是在北边并没有完全移动出去 所以台湾附近这边都有东北风 礼拜五开始东北风就会减弱了 下一波的东北风大概是下个礼拜一 那降雨的状况 我们再从卫星云土看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干空气大概是昨天凌晨 昨天一大早的时候就下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了 那现在看起来华南这一边是有一些云层在移动出来 但是大概是从比较北边的地方通过 今天干空气还在我们台湾上空 所以大部分都还是勤到多云 明天这些华南进来的水气 可能会从北部海面稍微接近我们台湾 会从北部海面北部沿海这一带经过 但是目前来看水气应该是没有压下来 所以一直到礼拜五甚至礼拜六 大部分应该都是勤到多云的 等到了礼拜天封面来了 北部东部下雨的机会才会提高的 那我们再从雷达上面看一看台湾附近的这个状况 既然空气比较干燥 所以台湾这四周围当然就没有看到 有云雨区在发展的状况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情形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 那这个是今天晚上明天清晨也是一样的 明天白天跟明天晚上呢 台湾上空的几乎也都没有下雨的情形 这是礼拜四的白天 这个是礼拜四的晚上 明天的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都是一样几乎都没有下雨的情形的 那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 先来看到的是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未来这几天基本上天气都还蛮稳定的 那温度上面的话 今天明天这两天有一点东北风 不过影响不大 只不过风吹过来稍微比较凉一点 清晨温度比较偏低 辐射冷却效应强 那明天呢 刚刚提到了有水气会经过北部的沿海 但是呢没有完全压下来 只不过明天就没有这么干了 可能会云量稍微增加一点 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减弱 跟今天清晨比较起来可能会稍微回温 但是呢基本上一大早都还是冷冷的 那下一波的冷空气 大概是下个礼拜一礼拜二来 到时候温度才会再度的下降的 那降雨的状况就是等到礼拜天 风面来了以后呢 紧接着东北风也增强了 北部东部下雨的机会才会提高 至于中部南部 未来这一个礼拜基本上 大概都是属于晴道多云的情况 那气温方面的话呢 可能最近这几天都一样 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形 我们再来看一看是今天 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先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呢大概也都是晴道多云 云量少阳光强 高温大概可以来到23度上下 另外在中部这边 也是阳光比较强的 高温大概24 25度 至于在南部地区这边 也是晴道多云 高温大概在25度上下 那在东半部来看的话呢 也是晴道多云 包括宜兰跟花莲 都有机会看到阳光的 高温在20度左右 本五金门还有连江 晴道多云 大概9度到20度